一句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安宁疗户是指针对治愈性治疗无反应之末期病患,提供积极性以及全人性化的照顾,以维护病人和家属最佳的生命品质。 就像日出日落一般,当生命走到尽头,纵有再多的不舍与心痛,终究要陪伴它走完人生最后的一程。 在现代医疗技术无法为病患提供更有利的服务之际,安宁疗户用尊重生命的哲学态度,陪伴病人走过人生最后的旅程,并扶导家属重新面对未来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一加一直播间。 其实自从健康一加一开播以来,我们讨论过很多医疗的问题,而且深入研究过重症病人。 但是无论怎么样,生老病死是人生必尽的过程,那人生呢,就终有道别的时刻。 我们今天要帮助大家来认识医疗体系中一个很敏感,但是很关键的点,安宁照顾,在爱中道别。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热线电话是855-668-5066,网络上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留言提问。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来宾是血液癌症肿瘤专家蒋威廉,蒋医生,欢迎蒋医生。 大家好。 蒋医生,其实对华人来说,这个安宁照顾可能是有些禁忌,所以很多华人其实不太了解所谓的安宁照顾。 所以首先要请教一下蒋医生,什么是安宁照顾? 我们面对这些情况很常有的,因为一般如果病人我们确定他这个生命不为超过半年或是六个月的时候, 作为提议病人或是病人的家属这个安宁服务。 那这个安宁服务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这个生前遗嘱还有这个医疗代理人,这些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个生前遗嘱跟那个医疗代理人都是安宁父母其中两个很重要的环节。 因为安宁父母其实很重要是要有病人或是这个医疗代理人确定到最后,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死亡是一个必要经过的阶段。 那么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要不要病人要做,譬如说是擦喉啊,输血啊,我要是做手术啊, 病人如果他有自己能判断的时候,应该先做一个生前遗嘱,就告诉医疗人员, 因为这个都是有法律的效率的,我们一旦他们病人要表达他这个需要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签了职以后,我们要根据这个有法律效应的字条去行使我们这个医疗的服务给病人。 另外当病人一定有一个阶段是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那么这个医疗代理人就是能够做病人医疗的确定, 这个也需要这个法律上一个签职,我们要知道谁是医疗代理人, 一旦医疗代理人确定以后,其他家人说的话也不能做主,一定要这个医疗代理人能做确定。 好的,好,那我们线上因为还有电话,所以我们先接听电话,来, 我们接通梁先生的电话,梁先生您好。 你好,请说。 我请问一下,这个情侶信仰是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是有什么意义呢? 哦,蒋医生他问的是前面线。 他的前面线癌,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讲过,是需要是有时有病征, 有时病征不是小便的病征,可能只是骨痛,或者是瘦, 但是一般大部分都有小便不畅通的病征, 初期小便不畅通,或者是有小便的感觉有异样, 应该找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去诊断有没有前列腺癌的机会, 但是一般前列腺肥大的机会比前列腺癌的机会大很多。 好,那梁先生因为, 前列腺癌,我们有的了,我知道是前列腺癌了, 小便很困难了,但是前列腺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而已。 所以家庭医生或者专科医生就会决定, 你是前列腺肥大还是前列腺癌, 一定要跟专科医生去看的,好吗? 好,那个梁先生因为了, 现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讲关于安宁照顾, 我想您的问题呢, 您可以私下打电话来给那个我们的蒋医生, 来跟他来对谈, 那谢谢您的来电,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在私底下跟蒋医生来联络, 好,谢谢, 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 我们今天所谈的话题是叫安宁照顾, 我们欢迎有相关的议题的朋友, 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过来请教一下蒋医生, 刚刚提到这个有关于就是申请遗嘱的部分, 那我也听过有一种叫做帮助死亡, 也有一种叫做安乐死, 那这个是, 它是一样的吗?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卸作死亡, 还是帮助死亡, 卸作死亡就是有些病人就是病情很严重的, 他要求一些药物, 或者什么治疗, 可以原则他死亡, 还是帮助死亡, 另外安乐死是不一样, 安乐死是集结由医护员员, 比如是注射, 一些是药物, 延迟生命死亡, 现在做死亡, 医护员员不为集结延迟死亡, 这是提供那些药物, 还是什么需要的器材, 给病人自己用, 但是这两方面在美国都是不合法的, 因为我们安宁服务这个目标不是, 是要病人确定什么时候去死, 我们不能确定, 我们只是希望这个死亡过程之中, 减低病人的痛苦, 或者要满足病人心理或者生理的需要, 安宁能安藏的区域, 所以安乐死跟这个协作死亡都不合适的, 但是在某一些国家, 比如在加拿大, 是其他的亚洲国家, 有些地方是允许做协作死亡的, 好的, 那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有关于安宁照顾, 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了, 从病患的角度来谈, 如果他接受这个安宁照顾来讲, 他有什么样的帮助对病患? 其实安宁服务是几个层次, 第一就是止痛, 最常见的止痛, 第二就是比如说营养的问题, 比如因为吸收营养, 第三, 我要是这个是生活的不方便, 比如是大小便不近, 最常见的, 就是在场上没有病人, 根本都不能走动了, 所以大小便都是在病床上面, 我要是家里面, 肠上面解决,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解决病人的问题, 止痛, 营养, 这是大小便的问题, 就在身体上的, 生理需要, 还有就是刚才还有说这个心理的需要, 有些病人是有些宗教的信仰, 有些安宁服务都提供, 比如说是教室, 我要是这个是活像, 我要是这个度教, 我要是心理学家, 心理医生, 给病人提供这些心理的服务, 我要是用这个优于病的药, 我要是安眠药, 其实都是有对病人这个心理有需要的服务, 都有提供的, 所以是从身体跟心灵上都帮助, 给这些重病症的患者, 好, 那比如说这个安宁病房, 如果这个病人他感觉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可能他必须需要止痛, 所以安宁服务在这个身体方面, 他会需要做这样的服务吗? 一般呢, 比如说我们, 就是安宁服务可以啦, 有两方面, 第一, 可以在护理员, 不是医院, 因为医院不照顾这些长期的病患的病人, 因为医院只是照顾的急性的病人, 通常医院如果确定他要安宁服务, 会转去护理病院, 护理病厂, 另外在家里面也可以做安宁服务, 加剧安宁服务, 疾痛药在医院急的时候可以用注射, 急着急着注射, 我是用那个打一些药物, 把那个神经麻痹, 那个是激性的, 但是安宁服务一般都会转用那个口服了, 因为是比较慢性的, 口服, 如果病人不能吞烟的时候, 可以贴在皮肤上面, 或者是有些是放在立底, 立下面, 舌头下面, 或者是直接放在肛门地方, 让幼儿药物这个从那个血渗透进去, 身体里边, 所以一般都是在, 无论在护理员, 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用这个疾痛的药物, 一般的是口服, 如果不能口服可以贴在皮肤上面, 或者是放在鞋头上面, 或者是放在肛门的地方, 一般注射就是急性的时候用, 但是慢性的时候不用了, 所以安宁服务不需要注射的, 好的, 那像比如说有些食欲不振方面的, 或者是说在大小便时劲, 这个也都包含在安宁服务的这个服务范围内, 其实食欲不振, 有时候有些药物可以帮助, 要是否它是直接是针对那个病的, 我要是增加这个食欲的, 另外就是如果是呼吸可以用那个氧气, 大小便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尿片, 但是还是需要人家给它做清洁的, 很多时候都在厂上面有时候都会, 有时候在厂上面这个经济, 所以安宁服务在美国可以派这个护理员, 如果不在医院里面, 或者在医院里面, 在家里面, 保险公司会提供那个护理员, 会帮助家人做这些基本那个清洁, 或者是为这个饮食的方面都有这个帮助的, 好的, 好, 那我想呢应该也有很多朋友想了解说, 这个在美国到底要怎样来申请这个安宁服务,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来继续请教蒋医生, 人生总有一天会走到尽头, 我们都希望最后一步能走得优雅, 从容, 在这段日子里, 要怎么陪伴家人和朋友, 让最好的留在我们彼此心中, 安宁照顾, 在爱中道别。 美东时间10月7号晚上9点, 我们邀请血液癌症肿瘤专家蒋威勒医师, 为您解答安宁照顾的医疗问题, 欢迎拨打热线或是线上提问, 不吸烟也会得肺癌, 肺病发病率如此之高, 应该如何预防? 10月21号下午1点到4点半, 休斯顿中华文化服务中心, 让肺科专家带领您了解肺病知识, 以及降低罹患肺癌的风险。 10月21号, 记得带上你的医疗保险卡, 来休斯顿中华文化服务中心, 参加华人肺健康展。 机会难得, 不容错过哦。 好的, 刚刚今天提到这个安宁照顾, 其实是从1967年, 由英国医师西西里桑德, 她开始来做推广, 治疗方法包括口服、注射药物来减轻痛苦, 还有在社会以及心理、灵性上提供治疗护理, 刚才蒋医生其实也提到很多安宁照顾对病患的帮助,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在美国担任护士, 已经有30年的美女士跟我们分享她的经验。 如果你是去医院病得很厉害, 要问你, 需不需要临终服务帮你啊, 家里人不帮得到你, 因为你太痛了, 有几时很多痛, 这里痛, 那里痛, 要吃纸痛药, 要是要打针, 家里人没办法, 所以他医生问你, 是需要临终服务呢, 医生一定自己要写到某条件, 不是说我去临终, 他就去没有的, 一边帮医生聊天, 医生看过你的病历, 什么,什么, 遇到没有医疗, OK, 去临终吧, 那是我女朋友的老公, 这个乙壮癌, 忽然间, 他又没有痛啊, 因为一个乙壮在后面, 痛的时候你都觉得肚子痛啊, 心痛啊, 这里痛啊, 我都不知道是乙壮痛啊, 毕竟知道那时候辭了, 所以他变成临终病人, 初初在家, 一个老婆懂得说英文, 这个是西人男孩, 老婆是中国人, 那老婆在家什么都帮他做, 但是他很高下的, 六尺多, 那老婆也不够五尺, 那他去厕所, 那他没有办法, 他差点跌在那儿, 那他跌在那儿, 那他说, 你不能够在家, 你还在家, 干嘛去临终病房, 那他就同意去, 那他们就去到那儿, 就很招待的, 很漂亮的, 这些病房, 不是好像中美人, 很漂亮, 西化很漂亮的, 临终病人可以在家, 可以在Northin Home, 又可以去那些叫做临终病房, 三个临终病房的了, 他24小时都开门, 谁想来探他都可以, 我想在那儿, 做个birthday party, 你就可以做个birthday party, 说给一个临终病房的人知道, 你不是叫朋友来, 什么都可以的了, 好, 我们刚才看, 从影片中看到美女士提到这个案例, 确实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 让人家很无助, 也很心痛, 而且有时候你会很茫然, 所以我想再接着下来, 请教一下蒋医生, 如果说接受安宁照顾的这个家属, 他自己本身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帮助, 就您的角度, 其实这个不单是减轻家属的负担, 还有就是很多治疗家属也很不清楚的, 一定要专业人士提供, 不单是有提供专业的服务, 而且他的安宁父母也会提供一些宗教, 或者是心灵帮助, 比如说刚刚说的举办一个商业派对, 这个其实是看似很小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个家人, 还是病人的心理状况, 就是提供很大的安慰, 因为有很多时候这个痛苦, 不是在生理上的痛苦, 是心理上的痛苦, 就是孤独, 人家失去照顾, 所以不单是病人, 而且病人这个是陈人, 有时候要非常优越, 因为就是这个困难, 这个照顾病人带起来的困难, 好, 那我想呢, 其实很多网友在也有提问, 欢迎观众朋友呢, 加入我们今天讨论, 热线电话是855-668-5066, 那我们先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这个网友他问说, 请问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吗, 因为我朋友治疗的时候, 饮食限制太大了, 完全没有食欲, 就在安宁, 他可能是讲安宁照顾的期间, 安宁服务, 基本上如果病人可以吃的, 我们都尽量会提供病人, 但是当然是有毒害的, 就不行了, 比如喝酒了, 抽烟了, 不行了, 这个撇垂之外的, 比如喜欢吃肉了, 吃蛋糕, 什么都可以, 因为对病人来说, 如果不会影响他那个病情的话, 增加了痛苦的话, 我们都愿意给病人做的, 好的, 好, 那我们线上有陈女士, 我们先来接听您的电话, 陈女士您好, 你好, 您好, 请说, 您听到了, 对, 我想请问一下, 讲一次, 就是我有个朋友, 对, 他是, 就是, 他在家里, 就是他有, 就是, 那个,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 因为是我朋友, 不想带着他问一下, 就是, 他比方说, 他是家里的资助, 但他现在就是, 有病, 他就是, 但是就是说, 我不知道你们在, 有没有什么, 就是, 渠道去可以, 就是, 怎样帮他, 就, 对, 首先, 首先一定要, 这个, 他这个家庭医生, 或者专科医生, 确立, 他是这个病情, 是不是有这个, 短暂的生命, 比如说, 不超过六个月, 如果不超过六个月, 医生进名以后, 他就可以申请这个, 安宁服务, 有时候在家里, 或者在那个, 疗养员都可以, 但是如果是, 他们也不知道, 什么情况做, 首先可以先去急诊, 先到急诊室, 因为病人通常, 都是有些情况的, 比如说有痛啊, 到了急诊的时候, 就比较方便了, 急诊的医生, 就会了解这个情况, 跟他们那个家庭医生, 或者专科医生, 集结的一个人系, 就知道他情况, 就可以从一般病, 转的这个案例服务, 可以积极转去这个疗养院, 或者是找一个案例病厂, 或者是申请这个家里的案例服务, 就是这样做, 好, 那可以申请什么,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听清楚, 他可以申请什么东西啊, 如果他不明白, 如果没超过六个月, 对, 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把病人带去急诊, 医院的急诊, 在急诊的时候, 他把病例告诉这个急诊的医生, 那么急诊医生, 根据他的病情, 跟他的家庭医生, 或者是其他的看过, 他的专科医生去联系, 就可以确定, 是不是一个, 可以细合这个是案例服务了, 好, 那女士,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谢谢你的, 没有, 谢谢你的来电哦, 好, 那个这个刚好说到申请的部分啊, 就直接请教一下蒋医生, 如果说, 要怎么样来申请, 这个安宁服务在美国呢? 一般就是说, 他要他那个家庭医生, 再加上那个专科医生, 确定他那个情况是怎样, 他们就可以给这个, 他们那个保险公司提议, 要需要这个服务, 但是这个都是比较慢的, 因为保险公司还可能要再派一个, 医护员员去他家里, 看他的情况, 聊到他的病情, 所以, 如果是最快的方法, 这个逃进就是刚才说了, 因为一般的病人都是有些情况, 比如说有痛, 很痛, 或者不能走路, 或者是大小便, 有问题, 可以直接带他去急诊, 他急诊呢, 他是可以, 一般医生都知道如果他真是后期的癌病, 或者是不但是癌病, 就是慢性的肺病, 或者是这个严重的心脏病, 或者是严重的中风, 都可以申请这个按铃服务的, 所以这个急诊医生确定有些情况, 他会直接跟他的家庭医生, 或者是他的确认科医生, 大家去了解研究的情况, 一旦在急诊的时候, 转去这个急诊医员, 急诊医员那个时候, 能确定他是可惜的话, 就从那个医员急诊转去那个安铃服务, 去那个护理员, 还是回家里提供安铃服务, 那保险公司这个情绪就比较坏, 可以搞这个情况。 好, 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Nancy女士, Nancy你好。 嗨, 你好, 我是Nancy, 我有问题想提到江医生, 请说。 嗨, 你好江医生, 可以。 我是说一个, 我是说一个朋友的委托, 他呢现在是一个正在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 他现在的疑问就是, 他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如果获得了医疗保险的临终关怀的福利, 是不是必须要放弃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个福利? 有两个情况, 第一, 有一些是我们叫pilotive care, 就是不是按铃服务, 那个是病情协作治疗的, 那些可以继续做其他治疗, 但是如果按铃服务呢, 按铃服务一般呢, 一般呢, 保险公司呢, 都不为愿意很昂贵那些这个治疗, 比如说你要用很强那个, 比如说很昂贵那些, 比如说是化疗啊, 一般按铃服务如果到这个阶段, 就是因为感觉这些治疗是没用, 才会做按铃服务的, 所以首先你要跟这个尊科医生, 比如是癌科啦, 或者是肺病呢, 是跟肺科啦, 医生确定他是做其他治疗, 没有功效, 才做按铃服务的, 如果你还不想放弃治疗, 那不是按铃服务的对象, 好不好? 好,Nancy, Nancy女士, 你还在线上吗? 对对对,谢谢您, 我听明白了, 我会找到朋友啊, 好,谢谢您的来电, 好,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余太太, 我们先接听您的电话, 来,余太太您好, 好,我要请问在家安宁, 或在医院安宁, 不一样的是在哪里, 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说, 如果我有long term care的话, 那有没有任何不一样的, 在家安宁, 或在医院安宁, 不一样的是在哪里, 好,离开电视机远一点, 我们这样听得清楚你的声音来, 我们讲一声可以直接回复了, 来, 安宁服务, 第一, 可以在疗养员, 或者是在家里都可以做, 但是long term care, 一般是护理服务, 不是安宁服务, 是两个不一样的, 因为long term care, 就是比如说你在护理员受治疗, 没有死亡, 这个风险的, 我们说安宁服务人, 就是一般这个尊科医生, 加上那个家庭医生的, 评估病人的生命, 不超过六个月, 才要提供的安宁服务, 因为安宁服务, 比较long term care, 还要多的, 比如很多的止痛药, 特别的护理, 我刚才说了, 有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精神协作, 不是一般long term care, 有的, 而且保险公司, 负担的费用也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短期的, 一般是不超过六个月的, 如果long term care是长期的医疗, 就是人家在护理员, 有限住十年, 二十年都有的, 还是不一样, 好的, 不一样, 好, 那与女性您还在这些? 另外一个问题, 说经过我是medicare, 然后我又有很好的, secondary的coverage, 那应该是应该在家, 还是在医院, 那如果医院的话, 我有没有选择, 可以选过, 我比较接近, 比较喜欢的医院? 好, 谢谢,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如果有medicare, 再加supplemental insurance, 那个安宁服务就是hospice care, 都包的, 但是long term care就不包的, 好不好, 所以人家就是, 你是要物理员, 长期住的, 就不包的, 一般保险不包, medicare不包的, 除非你有long term care insurance, 所以但是你如果, 因为你是, 如果不是按理服务不要, 按理服务是短期的, 一般不超过六个月的, 所有保险都包, medicare, supplemental都包, 都不需要自己付钱的, 除非只是你, 可能要医疹, 或者是哪些事, 所以, 什么选择呢, 就是要问你这个保险公司, 一般如果他是有个, 有专门有提供安宁服务的机构, 比如是有些物理员也有安宁服务的, 不是每个物理员有的, 有这个服务, 他就保险公司就没问题, 就可以承担这个费用, 家里也可以, 有些家里的安宁服务, 有一些公司在提供家里安宁服务在美国, 就是在纽约有一两个大的公司, 一般保险都不为咀嚼的, 都可以做的, 每个州都不一样, 我说纽约州, 好吗? 好, 这个资讯很重要, 我们现在, 帮一个人照顾他, 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们是因为什么东西都没有, 那他是被分配到一个Nursing Home里面的一个病床, 好多个人住一个房间, 那我的感觉是说, 让我选择, 我就不会要那样的, 可是像我的话, 我有保险, 我能不能选择我要的那个安宁病房的, 安宁的, 安宁病房跟那个long term care不一样的事情, 好, 于太太, 我们这个问题, 我想您可以接下来再来打电话给蒋医生, 我们线上还有电话在线上, 好, 那谢谢您的来电, 我们接下来接听陈女士, 陈女士电话, 陈女士您好, 陈女士您还在吗? 嗨, 嗨, 您好, 请说, 嗨, 医生, 哦, 你是医生吗? 我是, 我是, 您已经在线上了, 请说, 哦, 好, 我想请教我的妈妈在我弟弟身边, 我有听弟弟说, 有和医院医生谈安宁在部的事情, 好, 我还一下, 所以呢, 如果你有按理父母, 我刚才说了, 第一, 你要确立病人有一个生前遗住, 要确定他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另外第二, 就是要确定, 因为很多家属, 有兄弟, 兄弟姊妹, 你要有一个人负责, 做一个就是医疗代理人, 就是一个人, 不是所有人不可以, 只是一个人负责, 因为有什么情况的时候, 这个人就是能确定病人提供什么服务, 好, 那我想那个陈女士, 您还在线上, 因为我们听您的, OK, 有声音不是很清楚, 我希望观众朋友如果打电话进来, 离你的电视机远一点, 或把声音调小一点, 我们就可以回复您的电话, 那我们线上还有, 观众朋友在线上, 您不要挂断, 麻烦等一下继续拨打电话给我, 热信电话8556685066, 因为我们现在电视直播的时间, 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我们现场还在继续, 热信电话8556685066, 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进来, 那我们在网路上的朋友, 您可以留在线上继续留言提问, 我们今天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我们下期见, 好的 欢迎回到直播间现场 如果您是刚刚加入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是 安宁照顾在爱中道别 今天直播间的来宾是 喜业爱症肿瘤专家 蒋卫廉 蒋医生 那我们线上呢 还有朋友在线上 我们先来接听您的电话 我们先接听张女士电话 张女士 喂 你好 请说 你好 请问一下蒋医师 如何为那个病人 办理临终关怀 怎么样来申请 就是刚才说 怎么样申请办理 就是说 首先你有你的医生 家庭医生 专科医生 确定病人是 有一个病情 人其他 生命不超过6个月 那么 以后就可以问这个保险公司 做一个案例服务了 好 其实我们刚刚 蒋医生有很清楚的回答 您回去再看一下重播 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 就是蒋医生有回答过了 好吗 好嘞 好嘞 因为我们线上 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 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观众朋友 在线上 来 先来接听您的电话 你好 陈女士 你好 请说 您的意思是说 您要帮助 您再问一下 我想帮忙照顾 OK 所以就是你帮忙照顾 可以 因为安宁服务 不一定要住在 这个疗养员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机构里面 或者家里的 但是来说 如果你病人的家属 要看病人 当然可以了 但是问题就是说 安宁服务 不是不允许 你这个家人做 但是一般是 它会提供一些 其他的这个 缺业人士 护理 帮忙你们 但是你会说 有些我明白 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 有些是护理员 是家里可以做护理员的 有些地方 比如现在都可以 或者家族都可以 那个是 每一个保险 那个 规定不一样 有些保险 可能可以允许 那个家人做 那个护理员 安宁服务 护理员 但是 安宁服务 不单是护理 是很多 很多专业的 药物的需要 而是其他这个 家里的 其他一个 心理上的需要 这个不是一般 需要专业人士 是另外一个层次的 好不好 好的 好 那谢谢你们的来点 好 你还有问题吗 医生 我的问题是 我有问题 我问题是 你妈妈讲 相下话 那弟弟说 但是请不到 可以讲相下话的人 那妈妈现在 这个讲话的机会 都没有 而且大便 她以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用手 把她大便拿住 她经常节骨嘛 那现在 她都是吃医生的药 把她卸掉 有经常会 那个缺胛 低胛 我明白 好的 没有问题 讲医生来回复 没有问题 讲医生回复 你要明白 有两个情况 第一 是慢性病 第二 是 绝境 绝境就是要 要尊科医生 还是家庭医生 确定 你的生命 或者病人的生命 不超过六个月 才可以申请安邻服务 那么可以 刚才说了 也不单是一般的护理 加上其他治疗 但是慢性病 不是 有些时候 可以比你中风病 还是其他的慢性病 在肠上面 可能有几年 甚至是一两年 那个不是安邻服务 所以但是她提到说 她妈妈是讲 那个乡下话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不涵盖在里面 不是 她说什么话 不是根据她的宗教 也是根据她那个 是什么人 Language 不关系的语言 宗教背景 还是种族 不关系的 在美国 其实针对 捐业的判断 她的生命 是不是不超过六个月 绝症 有绝症 才可以 做了安邻服务 但是慢性病 很多人有慢性病 这个 比如中风病 还是肺病 不能离开 肠额大病 都是有问题 一年两年 都是这样 但是可以找护理 那是长期护理 那不是安邻服务 所以是不一样的 这个长期护理 大部分保险 都不报的 只是有时 比如是医疗不作 或者是自己付钱 但是如果你是按邻服务 无限都报的 不需要有医疗不作 好 那我想陈女士 您如果有比较细节的问题 我想你再过后 再打电话来跟蒋医生 直接来沟通 好 谢谢您的来电 我们先来接听 余太太的电话 余太太 嗨 你好 我在想说 如果说 我有保险 然后又有 我有Medicare 又有保险 是不是我可以选择 我要的安邻的医院 还是说我需要 他们 assign的那个医院 因为我本身是 安邻服务 对对对 一般呢 不是医院提供的 安邻服务 除非那个医院 有那个安邻服务的部门 有些病厂是专门为 安邻服务作用的 一般那个急性的医院呢 只是把病人送到那个物理院 当然 有一些机构 有安邻服务 病人有权选择 哪个地方去哪个地方 可以通常一般 时工都会给一个 也是选择给他 譬如有几个地方 他可以选择 当然可以选择 而且选择在家里都可以 又可以选择权 就是你这个老安卡 加上那个红蓝卡 还是白卡 没有白卡 都可以因为这个服务 只要他是有 安邻服务的支教的地方 你都可以选择去 好 那这个陈律师 张女士 余女士对不起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我前一阵子 我有一个教会的朋友 可是他们是把他送到一个 像那个Nursing Home里面的 然后那个Nursing Home里面 就给他一个床 然后他并不属于任何东西 我懂 觉得说这样的话 我是不会想要去 因为我 eventually我就会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安邻服务 可以在家里做的 不一定要去这个机构 不要去机构 不要一定要去这个物理员 在家里可以提供这个案灵服务的 大家要知道 保险公司都包含的 这个确实很重要 可以根据你的情况来做申请 好的那谢谢你的来电 我们再接听张先生的来电 张先生 您好 我再接 请说 我想问蒋医生的诊所电话可以吗 蒋医生诊所电话 你说就可以了 麻烦 那个你直接告诉我们好了 不要说了 好好好 那个您现在还在线上 我们等一下 那个 请工作人员提供一下我们电话好吗 好 我们再提供给您 好谢谢谢谢 突然来考试一下 这个被考倒了 好我们下次会预先准备 好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很多线上网友在提问 我们 这个是来自台湾的 他问说赖小姐 他说在台湾安宁服务是自费很贵吗 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区 他们的医疗都有自己的规格 如果在美国肯定是 法律上 一定有法律保障的 所以台湾是 亚洲地方 不一定 要看每个地区 他的人没有法律 包含 他不是保险 有没有包含这个方面 所以还是上网可能去查一下 或者相关单位 对了 相关自己的地区 问自己的医疗保险 就知道 保险公司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的 好 希望赖女士 您可以去了解一下 好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有问说 请问评估什么时候 什么情形下可以进安宁病房 然后有健保吗 对了 就是再说一遍了 不一定是癌病 可以是严重的心脏病 可以是严重的肺病 或者是严重的脑中疯病 但是这些都是要捐家 这个捐科医生 通常超过一个医生 评估这个病情 严重的情况是 生命不超过六个月 才可以申请这个安宁服务 好 这个我想大家也就比较清楚 好那其实呢 今天有很多民众有问到说 安宁照顾在美国 到底要怎么申请 我们帮大家整理一段影片 来先看一下影片 安宁疗户可以在病人自家 退休公益 或长者养护院进行 由联邦医疗保险 Medicare或Medical乘付 私人医疗保险 则可全额或部分乘付 如果完全没有医疗保险的 可以寻求非盈利为主的 安宁疗户机构的慈善照顾 全美大约有5000家 安宁疗户服务中心 分布在美国各州 纽约有美华慈心关怀联盟 电话916-835-4007 美国安宁疗户基金会 电话800-854-3402 有需要协助者 还可以咨询各大医院了解情况 好 刚才我们有了解到 这个安宁照顾的部分 那刚刚其实有来电电话 好 我们蒋医生的电话是几号 我们来提供给你 你可以直接拨打212-226-2251 212-226-2251 因为蒋医生在纽约有三个地方 华府都有他的诊所 所以你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来询问 每天蒋医生可能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回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这个他有问到说 请问一下是不是安宁照顾 不会对病人再做特别的急救了 就是让病人安然的逝去 是这样子的吗 所以这个很重要 刚才要说了 病人要做一个生前移植 要确定要不要急救 要不要操喉 要不要输血 要不要动小手术 这个都是在能做确定的时候 清醒的时候做一个确定 而且这是要牵职 做一个法律的静明 所以这医务人员就跟这个法律的静明 去做这个事情 另外还有加上一个就是 医疗代理人 当病人不能做确定的时候 这个医疗代理人就要给医务员员提供 他病人的确定 就是刚才说了 急救 差后 手术 或者输血 就是申请移植的部分 一定要 申请移植就是病人 但申请移植另外加一个就是 医疗代理人 这个医疗代理有法律的功效 它有法律的效力 确定 当病人不能做确定的时候 他就是能做确定的人 所以这一切都包含在 你必须要制定这些案例服务 要定这些事情 好的 好 那另外一个网友他问说 患者的食欲越来越差 是否要还要劝他吃东西 这可能在安宁照顾里面 其实不需要 每一个人到最后的阶段 肯定是食欲没有食欲的 但是最重要是要减少痛苦 因为有时候食欲没有 可能是痛苦 还是其他的原因 比如咽喉有什么东西着塞 但是要专业的确定 什么原因 可能可以很简单解决的就解决 如果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要经求病人的医院 有时候可以放条管 在食道里面 或者是放条管 这个胃里面 帮助他吸收营养 但是一般不会打注射 从这个静脉注射 不会 不会静脉注射 只是放管 放食道 或者放管在胃 帮助他吸收营养 好 就是让他可以保持 就是身体健康的状况 这个是要病人 或者是医疗代理 确定要不要做这些 好 那我想呢 其实线上的观众 还有在提到 问说蒋医生的电话 我们在这边再重复一下 蒋医生电话是 2122262251 2122262251 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可以直接来询问 蒋医生在什么时间 会在什么样 哪一家诊所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 恢复一下网友的提问 这个网友他问说 请问 转入安宁病房 就是之后 如果几个月 情况好转 应该转到普通病房吗 如果你真的 有什么迅运 那个 有这个绝境 变了没有病的话 当然了 不需要按您服务了 当然这个是非常 这个 罕见的 因为这个就是 医疗人员 那个确定是错误的 这个 大部分 保险公司 也不愿意知道 这个情况 就是 就是感觉是 就是有点麻烦了 但是可以 当然可以 好 那我们线上还有 Mary Mary 你好 Mary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蒋医生 那我是想问 接受安宁疗护的病人 那发生生命危险时 会给予急救吗 还是看家属意见 决定救治 所以刚才说了 很重要 第一 你要确立 这个生前遗诸 病人要说 要不要急救 要不要擦喉 要不要积极附所 的呼吸 或者是 另外 第一 除了这个生前 这个移住 另外就是个 医疗代理人 要确定 这个医疗代理人 是谁 当病人没有 能做确定的时候 这个医疗代理人 就是能告诉 那个医护员员 我要不要擦喉 要不要急救 要不要 其他的机器 附作病人的生命 所以一定要 最初安宁服务的 确立的 好不好 好 我想这个部分 还蛮多观众在问的 所以包括就是 现在还有网友问说 这个安宁照顾 跟这个安乐死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蒋医生有回复 大家的提问 所以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重播 好 那另外网友他问说 假如至亲家人检查出来 是末期的疾病 不忍心告诉他本人 应该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情况 其实病人也可以 确立一个医疗代理人 明白吗 什么时候病人都可以 确立一个医疗代理人的 那个医疗代理人 就当病人失去判断能力 不能做医疗确定的时候 他就能做医疗确定 告诉医护员员员 那么你说的安灵服务 能不能做 其实安灵服务 不需要病人确定的 只是尊科医生确定 病人不是我要安灵服务 不是这样 是要尊科医生 确定你的病情 是可以申请安灵服务 所以病人知不知道 其实重要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专业人员 医护员员确定 是不是合这个资格 那我觉得他这一题 其实不是很接近 我们今天要讲的 因为他有提到 他说如果就是 至亲的家人检查出来 是癌症末期 他不忍心跟他说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末期不等于 这没有治疗的方案 这个中国那个习助就是这样 不愿意的病人知道 在美国的法律 那个病人尤全都知道 这个当然是他那个 尊科医生跟那个家庭医生 跟那个家属 怎么平衡这些情况 是比较是 是受到他们那个 疾属啊 或是他们那个文化影响的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好不好 我们有个别情况来说 个别情况再来决定 要不要说 对 是个非常有经验的医生 做这个事情 专科医生 其实可以交给专科医生 来处理 当然啦 肯定啦 我们都有很有 应该有经验的专科医生 我也很有技巧的 让病人明白 他有很重的病 你不需要说什么决定 这是重病 他明显就会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对华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 因为可能有时候很难启齿 可以交给医生来处理 很常见那个情况 好 那我想如果这位网友 可以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处理 好 那另外一个网友他问说 家属怎么确定病人 是否进入临终关怀期了 再说啦 这个不是病人 不是病人的确定 是专科医生确定的 他根据他这个情况 他的家庭医生 我决定病人去 看那个专科医生 病是癌病啊 我还是肺病 我还是心脏病啊 我还是脑神经科 因为是中风病啊 那么专科医生 家庭的家庭医生 在确定 他的情况 是不是接受治疗 没有功效 而且生命部 差不多半年 六个月 就能做 好 那另外这个就是 网友他问说 朋友的父亲去年出了车祸 结果撞成了植物人 朋友提起父亲就哭 我也不知道能帮助他什么 对于植物人 请问有安宁照顾吗 所以这个植物人 不等于是绝境 你看植物人很多次 植物人十年二十年都可以啊 但是植物人有几种 有需要继续帮助 复习的 有些其他的 一定要需要其他的资料 但是首先要专科医生确定 是不是绝境 第二 植物人要不一定 需要安宁服务 是需要确定 有没有继续维持 这个生命 那个延续 比如用积极 当然是 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是要 他的家属 是医疗代理人去确定 因为病人这个情况 一般可能是 已经不能做确定了 那么是另外的 不一次安宁服务 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蒋医生 这样说来就是要做 确定一个医疗代理人 不一定是说 他生了重病才确认 其实一般人就可以 对啊 很多老人家 是中年医生 等于你确定移住一样 不一定要实在 才确定移住 你可以在有知觉的时候 一定找一个医疗代理人 特别是年纪大的 很多时候有 如果他没有医疗代理人 在一般在美国的法律 他的配偶都是 首先就是医疗代理人 如果配偶不在 那这比较麻烦 那么可能要发庭 要确定 谁可以做医疗代理人 所以包括父母亲 跟子女也不可以的 不一定 所以要发庭去确定 对 好的 那另外一个网友问说 请问一下蒋医生 临终病人 心理感受是什么 家人应该要怎么安慰 跟他道别 以我知道的 以我的经验来说 临终病人最大的问题是 孤独 就是孤独 孤独是最大的心理 这个站外 所以 对家人来说 多一点陪伴在病人身旁 那么减少 这个孤独的感觉 是最重要 那么对病人 心理的安慰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说 什么药物都是吃药 最重要的是 多点 他亲爱的人 在他身旁是最重要的 身旁是最重要的 好 那其实刚刚还有忽略掉一个问题 就是也网友提问 他说这个 有关于费用的部分 如果在美国 那是怎么样来 是谁来承担这些费用 那个医疗保险 私人还是政府都包括 那个案例服务是法律规定的 每一个保险都不包括了 所以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说 一定是案例服务 一定要专科医生确定是 不超过六个月的生命 保险都承包了 所以任何一家保险公司 完全会承包 法律生一定会承包 好的 那我想这个还有网友问说 就是 请问一下家人 他曾经表达医院 比如说在心跳停止后 不要急救 那但是如果这个情况 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应该听他的吗 一般我们 要求医生不要急救 会不会有法律责任 有法律的规定 要根据病人的医院去做 除非是有很特别的情况 而且这个医疗的代理人要反对 那么是情况可能是 要个别的情况来说了 但是一般一定要根据病人 生前移住 所以生前移住 就这么重要了 如果你没有 就没办法 有 你不可能改变的 好不好 除非他是有改变 就是移住 到一分钟 他有资格的时候 又有能确定的时候 都可以改变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说 这个另外一个网友 他问说 如果不能进食的病人 到安宁病房后 一定要插鼻胃管吗 不一定 如果不插鼻胃管 要怎么样进食 有很多种方法 就是 有人家帮助他的吞食 吞咽东西 吞咽 有需要的可以放一条管 是否什么原因 他不能吃 是没有胃口 还是有着塞的地方 令他吞咽不行 如果有着塞的地方 就在找尋科医生 比如是肠胃科医生 放一些管 把一些着塞的地方通过 所以很多种方法 每一个情况不一样 但是 其实 到了最后的阶段 每一个人 十之前 十之前 一两天 根本不能 是去自觉的时候 就不可以给他进去 当然了 他会都不能验证去 你给他放在喉里边 他会走进肺里边的 所以就不需要了 而且他也没有自觉 你给他吃什么 没用的 没意思的 好吧 不需要的 就不要强制 不需要的 所以一般是 喂东西 一般都是 如果病人没有自觉的时候 一般是要专业人士去确定 怎么喂 不是家人去做了 家人做很多时候 出问题就是 东西 不是放进食 知道 就是吃的废话 对 会反而呛到 好的 我们线上还有方女士 来电 我们接听你的电话 来 方女士 您好 你好 请说 主持人你好 您好 就是请问一下 你好 请问一下 蒋医师 就是怎么样 作为家属 怎么样 为病人 办理临终关怀呢 第一 首先 首先要找 这个 捐科医生 确定他是有 按理服务 第二 就是刚才说 除了 最严重的照顾 这样应该多点时间 陪伴在病人的心旁 第一 不一定是做很多事情 但是对病人来说 心理上已经很大的安慰 因为是 最怕死亡 就是最怕是孤独 每人在身旁 最孤独 是很大的心理压力的 我想其实今天 蒋医生有提到 很多关于 就是怎么样去申请 记得是专科医生 还有一些家庭医生 都可以帮你做申请 对 这个还蛮重要的 对 好 您还在线上吗 好 方医生已经掉线 你好 好好好 你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 如何考虑到 家属的这种需求呢 家属当然有自己的问题 比如家属有精神的压力 经济上的问题 有些 其实我们有生的法律 在纽约 每个州都不一样的 我知道明年开始 就有一个法律 规定公司要提供一些时间 给家人去照顾 有病患重的病人 在家里的病人 有这个 有这个停滞 停滞楼身 这个规定的 每个州都 对 楼子 停薪 对 楼子停薪 停止留薪 有些有薪金 有部分的薪金 可以给病人的 家属的 但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最重要是 应该要利用 保险公司提供的安宁父母 因为保险公司要付款 提供 披士护士护士 去家里帮忙病人的 所以一定要利用这个资源 那这个程序上要怎么申请 还是一样 不是 你就是由安妮服务 他批准以后 他保险公司 就有护士去评估 他家里的需要 比如他也留在家里 不要去这个医院 医院 或者是医疗中心 在家的时候 务事就会小孩们去评估 他的家里的需要 可能是拿了一个病床在家里 有护理员去家里 就是案例服务 就提供这些服务 就不需要病人付钱 他的保险就会付这个费用 那刚刚其实蒋医生提到的 就是停职留心这个部分 家属要怎么去进一步申请呢 这个是看你的跟你的公司说的 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也是问保险公司还是说 问保险公司 不是病人的保险 是自己那个公司的 比如说商场保险 保险一样的保险 就是问公司的 对 一般有这个保险的 那方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的 谢谢您 就是只能通过保险公司申请吗 一般你说有个病人 当然家属也是 他是自己这个公司里面 给你买这个 不是医疗保险 比如是商场保险 商场保险 包括应该包括 照顾家里有重病的家属 就是可以给你 不是拿个病假一样 拿病假 有部分的 生经给你的 好 这个资讯很重要 好 那我想 方女士谢谢你来电 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 可以直接跟蒋医生来联络 电话是212-226-2251 好 那谢谢你来电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有人问 居家安宁会比住医院 节省费用吗 就是做安宁交付 对 保险公司来说 是节省他的费用 对 保险公司 对 保险其实付个钱 如果你在家里照顾 他只需要护理人员 其他一个医疗性材 肯定是给那个 在物理员 或者是机构里面便宜 因为机构里面 这是住轴店一样吗 轴店这个肠位 是要几百块一天 不要说其他的费用了 因为这个网友他问说 想让家人在家里 比较有温馨的感觉 不过因为要上班 没有办法 24小时来陪伴 所以保险公司 都愿意提供家庭 那个安宁服务 这个资讯非常重要 好的 那我想呢 另外一个网友他问说 面对亲人意外离世的痛苦 对家人心里造成很大的创伤 没有办法静下来听听家属的声音 是应该怎么样来抒发情绪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 如果真的有这个情况 其实要还要是自己找自己的家庭医生 心灵医生 最重要不用找医生 也找多找家人 朋友分享自己的心情 最重要是扩开自己 多给人家自己的朋友 这样大家了解 就互相鼓励 这个压力 好 那我想呢 直播时间已经快要告一个段落 最后请蒋医生来帮我们做一下结语 看看有什么 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的 其实我们重复又重复了 再说那个安宁服务 第一 要专业人士要确定的 不是一般病人 是家属确定的 第二 安宁服务 如果专业医生确定以后 保险都是有包括的在美国 不用担心费用或问题 好不好 好的 好呢 今天非常感谢蒋医生来解答 有关于安宁照顾的问题 因为要做这一集的直播 其实我看了一下网路 有一段话讲的 很符合安宁照顾 他谈到 因为你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 帮助您安然逝去 也会尽一切的努力 让你活到最后一刻 那这一集的直播 也让我思考到 就是生命很珍贵 我们要更加珍惜生命 再次感谢蒋医生 好 那有人说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而中医养生美容 是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可以对全身进行调理 而且是标本监制 对女性有极好的 这个滋衣养颜的作用 让女性朋友呢 长保青春 那下一集直播呢 将会在美东时间10月28日 星期六晚上9点 台湾时间呢 是周日早上9点钟 我们邀请到资深中医养生美容师 夏宇昕女士 来为大家介绍 中医养生美容的秘方 千万不要错过精彩的内容 请准时收看 直播间 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Must be суд 三关在 Hearing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